北農的前總經理吳英寧 他的年薪250萬 當時就被大家罵翻了 沒想到現在有更誇張的 權貴第二代從香港回到台灣 他們的年薪至少650萬元起跳 大家覺得這樣子 排擠了本地的人才 而且完全是空降 不用經過考試 這樣對嗎 我們先講其實台灣 是不是應該幫助香港 是嘛 對不對 當年這個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有多少年輕人 因為這樣改投了選票 那些抗爭者我們應該要幫他忙 可是這一次蔡振元委員 爆料的事情 不是幫到最基層的那群人 他是要幫在香港有工作經驗 要在金融領域有工作經驗之後 直接挖來台灣 這個台灣的標準是多少 年薪650萬以上 要有20個左右有工作經驗 也就是要在香港金融圈工作 香港人才 然後要來台灣 六家公股銀行 已經通過相關的規定說 好 沒問題 我們開缺 讓他來 還有一家年薪千萬 剛才要之後有討論到說 這樣會不會佔掉我們的職缺 我覺得台灣人最關心的是公平性 舊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等一下討論 如果說人過來之後 有沒有公平性問題 因為到公股銀行應該要經過考試 這些人聽起來是不用經過考試 我覺得會不會排擠到 我們本地人的這個權益 會有這個問題嗎 我們先講因為Fintech的關係 因為金融科技越來越進步 其實對人的需求越來越少 你知道櫃台的人一直在減少 我們坦白講 你要憑空生出來20個缺 絕對不可能 他一定是從現有的圈裡面 變出來的 就我們人力是在精簡當中 而沒有辦法再生出多的人 對 這樣子對我們在地的金融人才 那些通過相關考試 辛辛苦苦在地工作累積經驗 從這個櫃台 行員 然後經理 協理 對那些人公不公平 看起來很不公平 而且我印象中 我之前剛好七月的時候 有看到一份資料 他說在金融圈裡面 平均中位數 薪水 年薪 127萬已經是第一名了 已經是第一名了 這是中位數 但是這些人年薪是650萬起跳 那我想問一件事情 香港的金融人才來到台灣 是台灣覺得是非常好的人才嗎 因為在我的印象所及 香港跟台灣的金融監理 完全不一樣 是的 我們管得非常多 那他們在香港的經驗 雖然很豐富 可是到台灣來有用嗎 耀州問得好 我們講全世界有沒有人在挖 香港金融人才 有 新加坡跟東京都在挖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非常高階的 包含了私人銀行 甚至先進的金融交易 需要這些人 可是台灣的公股銀行 我沒有這個彈性 我問你台灣公股銀行 有那種VVIP 就是可以陪你坐私人飛機 到國外在機上討論 你整年度的投資 要怎麼投資 然後要買哪些資產配比 我們有這個需求嗎 而且我們國安的相關方面的 規定還滿嚴格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很多操作是不被允許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第一個 你把人挖來了 650萬坦白講 在香港那邊的人才 大概是中間偏下 那香港的 香港金融的薪水 好像平均是我們四倍以上 四到五倍左右 所以第一個 你挖來的並不是頂尖 第二個 頂尖挖來之後 因為台灣的金融監管太過嚴格 我們連電子支付都搞不定 你覺得挖來的人也能夠派上用場嗎 所以他不但排擠 我們本地的人才任用 第二個 小廟請不起大菩薩 我們雖然是公股銀行很有錢 可是那種複雜的高階的金融操作 沒有這個職缺 那你請來的人 到底是不是真能幫得上忙 我覺得看起來 很難把他們安插在正確的位置上 那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 如果我們是純粹因為人道的關係 所以控除這些缺 讓他們有機會來 可是這個跟人道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坦白講 這些你要聘請的中階人才 不是我們真正要救的那些人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 要救的就是那些很可憐的 綁著這個防毒面具在街上 在那邊衝 被鎮暴警察打 被水槍噴 那些年輕人我們應該把他找來 想辦法安置 讓他們有工作 他可以開冰火菠蘿油 可以開各種各樣小店 但你說這種中階人才 不是我們要救的那些人 他自己可以存活 他去新加坡 他去東京的時候 好 所以講到這邊 當然我們還是要說 財政部有回應 他說我們有鼓勵公股行庫 積極延攬 不過我覺得最妙的是這一句 根本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但是我們有鼓勵人家要延攬 不是 我跟你講你沒有注意到 現在政府的澄清一律說假新聞 然後說完之後才說 因為他裡面其中一部分是假 不管他怎麼解釋 一定要先貼個標籤 假的 沒有這回事 九層真 一層假也是假新聞 八層真 兩層假也是假新聞 所以我剛剛沒念上面這一段 因為有這回事 那只是他聲稱沒有要求原額 沒有規定年薪必須跟工會協商 取得同意 但要知道你知道金融業界 其實工會都有在抱怨 因為沒有職缺 你硬要伸出職缺怎麼辦 導致他們必須要開新的子公司 或是新的團隊 但是這個公股銀行 這哪有那麼大的彈性的時候 有沒有這回事 有 是不是百分之百符合他的說法 我們質疑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你要幫這些專業人士 他真的是當年挺香港 支持台灣的那群人嗎 還是你挖了另外一群 跟去年的反中中示威 跟今年的抗爭 完全沒有關係的人拉來台灣 在不適當的位置上任用他 給予高過台灣本地的薪水 那這樣怎麼符合公平正義 這其中還有非常多的一些關鍵的內幕 我們今天剛好邀請到蔡委員 我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蔡委員以前在立法院 我印象所及至少四任 世界資深的立委 而且幾乎都待在財政委員會 全部在財政委員會 全部都在財政委員會 所以他對這個話題 他不但有人脈 他也熟 也專業 而且你也是外商公司 外商的銀行有帶過 我實在是美國花旗銀行出身 所以這方面你有相當的人脈 消息也一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想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財政部一句話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 那到底有沒有哪一家公股銀行 已經確定 像是我們剛才講到益營 益營已經確定這個方案了嗎 跟大家報告以後 這個事實上在銀行界 已經不是秘密 那因為公股銀行發了這個 所謂的根本沒有這回事 就像剛才你講的底下的解釋 已經證實有這回事 就是根本有這回事 那我也知道 因為你知道這些小編很辛苦很為難 我在立法院裡面對財經人員 一向都是合員樂社 我很少對財經人員去極嚴力射 比合員樂社他們就嚇死了 沒有 我只會對政治 比較政治性的部門會比較極嚴力射 那所以他們出來以後 我就基本上我就沒有再回應 因為他們也知道說 我手上一定有所本 所以才會講說我們有鼓勵 我們沒有強制 我們沒有定KPI 但他承認他有要求他們這麼做了 這是第一點 那我想說 總該給人家的台階下 沒想到今天有個節目主持人 就硬啊 我說人家說你根本沒這回事 那我是不得不說 那我就舉個例子 第一個 我就先講 在上個禮拜五的第一銀行的董事會 已經通過這個案子的 然後通過的金額就是650萬 董事會已經通過了 已經通過了 對 然後也是20個缺嗎 也是20個缺 就是你講的那個方案 跟我講的完全一樣的這個概覽 那還有哪家銀行 因為我想我為人與人為善 他如果沒有反應我就不講 如果再反應我再講第二家 所以總共有幾家 6家 有6家一樣 董事會都通過了 董事會都已經通過了 然後他裡面講說 還有開始聘用了嗎 還沒開始聘用 還沒開始聘用 那第二個他有講說他跟工會協商 但他沒有講清楚是已經協商還是沒協商 那我今天早上講說 那我證明給大家看 財政部已經把工會的領導人 都找到財政部去開過會討論過這個事情 我記得七月的時候工會有發表反彈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是空降 破壞了體制 而且影響到本地人才 就有機會 我對工會沒有辦法做任何評論 他們反應他們的 但是有沒有這回事 尤其這算不算協商 當然財政部一起講說 我只找他們來開會 我告訴他們這個事情 還沒開始協商 可是有人認知說 這就是協商 第二個可以證實就是說 比如說我舉上個禮拜 藝營開的董事會 這些工股銀行都會有一席勞工董事 是有工會推派勞工董事 勞工董事在現場也同意 也同意 請問你這算不算協商 財政部講說我們沒有協商 我不太懂得說政府或銀行跟工會協商 要什麼形式叫協商 什麼形式不叫協商 如果說工會的董事都已經同意 我是覺得這好像協商完成了 那是第二 再來就是說 他們講根本沒有這回事 可能講後段 因為你知道在香港從事 這方面金融行業 一定要考過很多證照 但那是香港的證照 跟台灣的證照能不能適用 這個可能要財政部或金管解釋 第二個 基本上他們規劃的第一批任用人 是台灣籍在香港工作的人 基本上比較沒有 所以不是香港人 而是台灣籍在香港工作 第一批的規劃市長 就台灣人就對了 可以這麼說 他可能又別了國籍 不管 我最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有沒有所謂的黑箱 或者是所謂的權貴第二代 這個事情 這個政策 到底是怎麼生出來的 這個政策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就是說 是有利人士到的 多有利 政界 商界 你可以想得到的 有利的一定在政治上 一定不是行情很差的 然後跟財政部也溝通這個事 說我們很多的台灣籍的子弟兵 在香港 可能因為比較傾向於台獨 未來會有國安法的疑慮 是不是讓他們先回來 新鄉台獨 所以他們的爸爸媽媽 可能是綠色比較多 你這樣推論 大概也差不了太遠 相距不遠 是不是爸爸媽媽 我不是很確定 然後覺得他們回來了以後 香港的薪水是台灣的四倍 而且在香港 又不用繳任何的薪資守得稅 香港是沒有薪資守得稅的 嚴格上講說 香港是一個沒有守得稅的地方 回來還要繳 等於說他薪水多少 10拿就對了 對 10拿了 所以回來的話 如果沒有比較高的薪水 他們回來大概也有點委屈 所以就想說 用個香港專業人才的名義 把他們聘回來 那財政部要是沒有鼓勵的話 怎麼可能六家公股一堂 全部都同意 全部都通過 而且在 好不好 我就舉董事會開會內容 當天的董事我講過了 董事長沒有出席 原因我不清楚 就是總經理代理 我講得這麼白了 也有人提出來說 會不會有你剛才所顧慮那些問題 他們說如果真的有顧慮的話 我們就開黑店出黑缺 黑店黑缺 就是我講的 我負責我講的 就是成立什麼投資公司 你說為了避免說 因為沒有經過考試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有黑店跟黑缺 擺在一起可能不方便 因為薪水都超過副總了 所以是不是轉投資設立什麼投資公司 設立什麼顧問公司 創投公司 或者什麼樣的 把這些人擺在那一邊 那也為銀行提供一些服務 大概想的是有人提出這種意外 但是重點是這個案子先通過 要怎麼去執行以後再說 當天的開會情緒就是這樣 其他有的銀行更誇張 他覺得那一家銀行是650萬 我這邊要更高級 開價1000萬 開價1000萬 是的 是哪一家能講嗎 財政部如果有反應 我再繼續講 你這樣講財政部就不敢有反應 目前為止從早上到現在 財政部都沒有回應 我們比較好奇 有利人士到底 他比較可以再有一個輪廓 再清楚一點嗎 可以 因為我今天與人為善 他如果沒有激烈反應我就不講 如果有激烈反應我就慢慢 因為大家比較好奇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 譬如說量身訂做 專門為權貴來打造的 一個特別的條件 難免的 人都有一些交情 比如你現在在香港專業人士 你說我符合資格我會來報到 就會很快被錄取嗎 這個很有益力 但如果有益人士推薦 比如說康仁駿說 這個委員 你這三個人是不是參考一下 當然竟然是你推薦 我就優於任用 這種事情你也是專業的 而且講的時候 手指都還比在上面這樣 就不用講那麼白 大概對方也知道是什麼意思 對… 台灣民眾最擔心的就是 會有相對剝奪感 不過最近台灣民眾 還有另外一層憂慮的 包括了我們的中山北路 半夜的時候出現了 雲爆的假車 包括我們在台東 半夜的時候也看到了 這個飛彈在試射 包括我們馬祖今天 炮王實彈射擊 整個台灣怎麼變得這麼緊繃呢 我們休息一片刻馬上回來 昨天清晨六點多 台北軍機轟轟轟轟 嚇死了一票人 但是沒有想到 全台灣各地不是看到 這個飛彈車 就是看到雷達車 甚至在中山北路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 半夜還看到雲爆假車 全台灣現在是 用戰雲密布來形容 好像一點都不為過 怎麼會這麼緊繃 事實上你如果要在台北街頭 看到軍車在跑 我跟你講那是真的很難得見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最近這個緊張的氣氛 好像之前都在台海那一段 怎麼突然台北山公 飛機就飛過去了 甚至憲兵的這個雲爆假車 出現在街頭 還包含到飛彈 我們自己都在開始在打了 你知道嗎 好 這個事實上 在這個所謂9月24號到9月25號 中科院事實上就在這個什麼 你知道在台東跟屏東九童 這個地方 其實就發射了這個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火箭 但問題是 雖然我們講說是火箭 因為什麼 官方沒有正式的證實說 他到底打了些什麼 但問題是 天公三行真成還是雄二一真成 到底是哪一種 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他們在進行火炮的時候 因為他必須要通知很多單位 譬如說警政署或者漁業署這些 譬如說以漁業署來講 他就會發一個射擊管制 可是在這次的射擊管制很特別 就是說我們通常都會有一個 就是說我可能射擊區域裡面 我的高度到哪裡 但問題是他居然告訴你說 他這一次要打的飛彈 他的高度叫做無限高 無限高 我問個老百姓的問題 無限高是什麼 到外太空 無限高就是很高 不是 我跟你講無限高上一次 在6月11號的時候 也曾經出現過 為什麼你知道 其實大家為什麼揣測這一次 叫做天公三的真成型 事實上天公三 公三我們現在已經在服役當中了 可是過去大家一直覺得說 我們在做飛彈攔截的時候 我如果 這個所謂洲際彈道飛彈 因為它飛行的高度比較高 但我如果要能夠有效攔截它的時候 我應該在所謂的平流層次上去攔截 所以我就可以比較遠離 台灣本島的這樣一個狀況 天公三的真成型 事實上就是在這個概念之下 被要求要研發 好 我們在4月9號的時候 其實也打過這個 所謂的天公三的真成型 當時其實還在測試當中 6月份的時候的那一次的測試 事實上同樣的意思 它在台東這個地方發射了靶彈 然後我們在屏東九棚基地 這個地方發射我們天公三的 真成型的防空飛彈 試圖在平流層之外去進行攔截 但那一次按照公開的資訊來說 它是攔截失敗的 攔截失敗 那一次是攔截失敗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測試當中 所以這一次我就講 軍方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證實說 他們到底打了些什麼東西 這個接下來就是要看後面的 因為比如像第一次 第一次它就只有發射飛彈本體 本身並沒有發射把彈 所以這個當然 大家從這裡面回來看說 怎麼台灣這時候突然 前一陣子不是老共一直在打... 而且你看最近不是9月24號的時候 老共還解放軍弄了一個影片 講說他們在東部戰區 在某時某地的地方 發射了數十枚東風11A的飛彈 就像畫面上面你所看的到 雖然有人講說東部戰區 沿海好像沒有沙漠 好像沒有這麼空廣的地形 但是因為他在這個影片 發布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告訴你 他們隨時做好發射的準備 這時候你想想看 如果真有飛彈 要對我們來進行來襲的時候 我們這個所謂的天宮山 或我們這個所謂的宮山曾晨熙 它是不是屬於攔截的飛彈 這個意味就很濃厚了 互相角力的 較勁的那個意味 對啊 但問題是你剛剛看到的 都是說在天空中在幹嘛 如果在地面上面 你看到裝甲運兵車 在台北市的街頭在那裡跑 甚至還有 中山北路 主幹道 而且不只是這樣 甚至那個車停到 開到路邊還會停下來 車上的弟兄還會下來 持槍警戒 甚至對著路邊在瞄準的時候 你有沒有站場 如果半夜我看到的話 經過我會嚇到 而且發生什麼事情 事實上這一次 是在9月23號的晚上 這個是由憲兵202指揮部 他們下面有一個239的 這個所謂的裝部營 進行的這個測試 我們先講 其實憲兵202指揮部 他負責台北首都地區的 這個位數的工作 他最重要的是 就是在暫時的時候 除了負責這個所謂的 台北地區的警戒之外 還有一個松山機場的反空機將 也是由他們負責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你聽過萬軍計畫吧 有 反戰手 反戰手行動 也就是這個總統 如果做萬軍計畫的 這個所謂的雲爆假車的時候 這個239他們這個裝部營 也是在進行整個 沿路的這個護衛工作 所以你想想看 他們本來每個月 都有所謂的戰備月 都有這個戰備 他這一次特別用 他這個戰備月的時機 就說好吧 以前他們這個假車 都是在營區裡面開 然後大家在營區裡面 有裡面的營區智慧戰鬥演練 他說不行 我們這一次不要 我們就把石兵拉到街頭上面去 這一次跟之前不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國防部他們也講說 以前他們其實在營區裡面 沒有那個真實的感受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直接拉到街頭 所以他特別的是什麼你知道 講白一點就是來一探跑真的 跑真的 為什麼 他總要熟悉路線 再來就是說你今天熟悉路線 這一次跑真的是因為覺得 遲早有一天會用到的 應該是這樣說 每一次的演習都是為了 真的要用到了那天來做準備 可是以前你沒有這樣做 你為什麼這一次是說 特別用這個時間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在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照片 事實上他們不是只車 趕快開過去你知道 他們開到特定的路口跟怎樣 因為都有他們的那個防衛點 他們也不是隨便亂停的你知道 他到了那個地方 就開始進行狀況處置 所以人員也會進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包含到網路上有流傳講說 在大陸社區裡面居然有 你看家中有台灣工作或長期居住 在台灣的直系親屬 請在9月22號到10月20號 到社區二樓黨委會辦公室 來進行那個登記 有人就在講說你是不是在進行 所謂的你的社區居民 跟台灣如果有關係 你要進去補查 這個查起來要做什麼 難道真的就像大家講的 台海之間緊張到 可能有戰於目標 而密布的這樣一個狀況 真的是非常非常緊張 兩岸把這個武力威嚇的戲 唱得非常非常的足 但是大家也發現說 昨天有出現 兩個非常奇怪的一個轉變 包括了吳釗燮 大家還記得嗎 他在推特最喜歡唱阿公的 雖然他是外交部 但他把自己做的 像陸委會主委一樣 唱得那麼兇 可是他昨天居然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 我們不打算推動跟美國來建交 而且如果打仗的話 我們台灣人自己打 大家覺得很訝異 這就跟我們蕭大使講的方向 不太那麼一樣 那包括國裁辦 他也很不一樣 大陸之前其實已經不太講 九二共識了 是 他只跟你講一個中國 可是最近他居然 重新的溫習九二共識 這怎麼回事 我們先講 現在兩岸的狀況真的很奇怪 武嚇不斷的升高 各種飛彈 各種實彈 各種演習都來 但是文工就在我們 悄悄不注意的狀況下 往下慢慢再調整 你知道我們之前講說 你要看武嚇 其實要看胡錫進 就環球時報胡錫進 在網路上講什麼 你大概知道現在他們的主旋律 對外是什麼 胡錫進過去幾天講 如果美軍要駐台 武統 如果美國要跟台灣建立 國與國關係 武統 他什麼都武統對不對 對 他已經連續一個禮拜 都在想武統 什麼東西要武統 前面詞不一樣 結論就是武統 對 光是這樣 你好像看網上推 但其實不是 我們先講 台灣這邊之前你看到 蕭美琴忽然之間把自己的 稱號改成Ambassador 這個感覺拉高了 可是後來媒體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沒有 我們其實只是代表 我們還是駐美代表 蔡英文總統也跟著退了一步 說的確沒關係 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所有的東西 是一環扣一環 如果他是自稱大使的話 台美關係會不會更進一步 所以網路上各種謠傳 甚嚣成上 還有那種專家說 我告訴你 台美要建交了 那這個事情 好 大家先不要笑 結果他真的這樣寫 那大家也覺得很擔心 為什麼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胡錫進放了話 那就算他打自己的臉 川普接下來有一個聯合國演講 聯合國演講 如果他提台灣 或者甚至講到要建立國與國關係 台灣正常上有一個傳聞 說從這個蕭美琴他自稱為大使 還有包括後來9月16號之前 這個美國的駐國聯合大使 跟台灣的處長一起吃午餐 這樣的照片雖然看起來很不正式 而且很像是偷拍的 但問題是如果沒有這個大使同意的話 我們的處長也不敢PO出來 所以大家覺得說這兩件事情 是不是在堆疊一件的 讓川普在聯合國的大會上面 會提到台灣 甚至會提到說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可是到了當天沒有 連台海都沒有講到 這個中間是不是我們的誤會 我們錯誤的期待 還是中間有什麼樣的轉折 我覺得這整個轉折 還是一樣從上次Chris Kroc 就是他的國務院第三把交椅 來這邊所討論的事情 全部變成閉門會議 然後沒有所謂的台美高階會談 開始慢慢慢慢 那個台階開始在往下走 走到最後吳釗燮出來 一錘定音說 這是接受美國PPS公共電視的訪問 他說目前我們沒有要跟美國 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台灣之前不是一直在討論 美方來源 多久來源 美方駐軍 AIT裡面會不會有更多的資源 但是吳釗燮直接講了 台灣不會依靠美國干預 意思是台海有事 但是我們自己扛 這一下子把所有的對抗 全部往下壓了 我們沒有要跟美國 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我們也沒有要 依賴美國的外源的時候 更妙了 你以為只有吳釗燮 不對 國台辦也開始在往下走 國台辦突然之間又退了好幾步 以前不講久就你講了 以前習近平講的時候 根本不停九二共識了 就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導致馬英九臉被打得左右來 左右去 那可是現在忽然之間 開始要連續做六天 六題的九二共識答問 一天一答 一天一答 連續做 今天已經做到第二集了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次他退了一步 開始承認說不只有九二會談 而且有九二共識 請注意 他有一段時間是說 只有會談 沒有共識 雙方沒有共識的 所以當他也退了一步的時候 這中間你看到 這所有的外交流程都有美感 我們倒回來再解釋一下 這個不是我方公布的 這是在一個公開場合吃飯 被媒體記者拍到 那你想想看 就這麼巧 在一個公開場合的地方 就給媒體拍到 然後蕭美琴自己改了這樣子的稱號之後 他後來也退了一步 所以現在兩岸的文工 開始變成勾心鬥角 各退了一步 未來到底怎麼辦 真看不出來 兩岸到底會不會發生衝突 我想請教蔡偉媛 因為你對台海局 是也非常的熟悉 但是你早上的時候 你說你覺得不太可能會打起來 那你現在的想法還是這樣嗎 其實我一直在很多場合 這段時間有人問我說 不會打起來 不會打起來是純粹從軍事的考量 因為大陸方面 是把台灣島當作釣魚台 釣魚台島 動不動就派飛機去繞一繞 但是大陸有沒有要 把釣魚台攻下來 沒有 一樣的道理 現在大陸上的整個戰略 看起來是在不斷的在 讓台灣感覺到疲憊 那種疲憊的戰術 這種戰術在很多戰術 在戰場上都有人用過 所謂的疲憊是包括他們的戰機 一直繞一直繞 他就動不動再拿幾個飛機 那我們所有的戰備系統 全部都要出動 那你也知道 飛機最耗損的就是起飛降落 起飛降落 讓你台灣所有的戰機 動不動起飛降落 就讓我們 從他們的角度 是要讓我們疲於奔命 對 簡單講是疲於奔命 那有沒有可能擦槍走火 擦槍走火兩方面都有管制 比如說我們這邊突然間 下一個命令說 只有國防部長可以下令開第一槍 你那什麼空軍總司令 你那個什麼連隊長不算數的 如果你違背這個命令的下場 就是軍閥處置 那對方有這樣的節制嗎 對方有沒有這樣的節制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剛才那個 我們仔兄有提到說 胡錫進 都公開講了說 我們絕不開第一槍 對不對 如果他算數的話 那表示老共是他不開第一槍 所以大家是在操練一種疲憊戰術 第二個 老共有沒有心要武力 統一台灣 這個策略始終是有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的理解是他沒有準備好 因為大陸要攻擊台灣 一定要準備的質量 要到達所謂的飽和攻擊 所以你說沒有準備好 不是心理方面 不是他們的這個政治文化 全部都還沒準備好 政治上也沒有準備好 我認為都還沒準備好 這是我的判斷 因為準備一個這麼大型的一種戰爭 他必須要在政治上 社會上 都有足夠的時間做準備 你也可以說他現在落台飛行 是準備了一環 但是這種落台飛行 是隨時可以撤退的 不像一聲令下開始打仗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退路 所以馬英九說首戰級決戰是對了 因為大陸一定會用飽和攻擊 你飽和攻擊 主要是在量方面 要有壓倒性的優勢 所以大陸有沒有在做準備 有 但是目前準備還看不出來 他有到達這個飽和攻擊 比如說我們看說剛才 台灣不是在什麼 台東發射一個飛彈有沒有 飛彈在戰爭上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 你有足夠的飛彈 足夠的量 徹底的打擊的目標在哪裡 都很確定 可是那會不會反映在民心上面 讓大家覺得說我們是有被保護的 這個可能有這個意義 但是意義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大 因為很多東西就是說 老百姓講的不算數 到了戰場上軍人的表現才算數 但問題在這裡就是說 軍事是政治的延長 政治人如果沒有辦法 處理的政治問題 最後變成要武力衝突的時候 才交給軍人 所以軍人簡直是什麼 惡手禍 他說你前面沒有處理好 接下來都是擔當去上戰場 去疲累 你講到說全部都是最後問題 都是出在政治來 大陸覺得說好像是跟11月3號 川普的選舉 有人講說要嘛就是10月1號的時候 就開始會有動作 有人說是選後到年底之前 會有動作 你怎麼看 我覺得都不牢靠 因為不管11月3號 大陸也沒有準備好 我們也沒有準備好 我們還要更充足的時間準備 現在問題來了就是說 剛才阿展的報告 這些事情裡面表示說 政治人覺得他沒有把事情處理好 所以是不是我們退下 各退一步 好好來協商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的 政治上的解決方案 英文叫Solution 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也許說我們也許就不用 兵龍相戰 相見 如果說找不到出路的話 兩方面各自秉持自己的立場的話 真的要在戰場上對決 那政治人就退開一場 因為很多政治人物也沒當過兵 但是能夠當立委 有很多政治人物 一輩子沒拿過槍 在整天喊戰 就是喬治歐威爾講的 喊戰的人都不會上戰場 就是我考貸喬治歐威爾的說話 我們都不希望真的有開戰 但是如果萬一真的不信 擦槍走武真的要開戰的時候 民眾你有沒有想過 現在很多人在討論 到底是要藏黃金 還是要藏美金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兩岸實在太緊張了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討論各種狀況 包括說如果真的開戰的話 到底台幣還能不能用 然後包括說到底是要留美鈔 還是要留黃金 怎麼樣才好用 其實如果說老一輩的記憶猶新的話 在1949年大逃難的時候 1949年 很多人從中國大陸逃台灣 或從中國大陸逃香港 都帶什麼 帶黃金 其實世界各國打仗的時候 真的什麼鈔都沒有黃金有用 但隔了一甲子 至少隔了70年了 現在還是這樣嗎 其實還是一樣 你去看 只要是打仗 戰亂 或者是國際有動盪的時候 黃金金價一定漲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不管說美金也好 或是說其他的貨幣 它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是台海衝突的話 只是一個區域的戰爭 也會這樣嗎 對 其實因為黃金 它比較好收藏 也比較好攜帶 但是你說美元也有可能 到時候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還有真真假的問題 就這樣是什麼 像元大的馬家 馬奶奶她當年就是從上海 整個家族這樣逃難逃台灣的 當時他們也是帶著黃金過來 好 那講到這元大的馬家 就一定要講到 其實現在馬家的大家長 馬志玲對不對 他們住在哪裡 他們現在住在元大花園廣場 一千兩百坪戰地 在龍江路一個非常漂亮的大社區 他們是元大自己蓋的 可是這個地方 他們自己蓋的還把自己的 重要的保險庫 防空洞 甚至安全屋 就蓋在了這個地方 就他們家下面 是 因為當時其實 馬志玲他們不是住在這裡 他們是民國94年元大花園廣 蓋好之後才搬過來 現在他們大兒子 小兒子 女兒 女婿通路在那邊 那他們當時搬過來 以前在清晨界的時候 他們家住在14樓 頂樓 景觀非常好 可是到了元大之後 他不住頂樓 他住在一二樓 很奇怪 為什麼放棄高樓層 不住在低樓層去 是因為他們在他們的地下一樓 蓋了一個頂級的保險庫 這個保險庫號稱什麼 子彈打不穿 炸彈炸不爛 如果發生飛彈攻擊 整棟大樓都倒了 這個防空洞 這個保險庫還是安然無恙 裡面想說是不是只有放錢 沒有 裡面分個四個區 他們直接可以從地下車庫進去之後 會到他這個保險庫的區域裡面 有四個區 一個區就是放什麼 放他的這些黃金 珠寶 古董 還有字畫 為什麼 因為馬志琳非常喜歡收字畫 他非常多藝術品要恆溫恆施 另外還有什麼 還有金庫 金庫裡面是非常的大 一般來講很多的分行金庫 大概現金大概放兩億 可他這個金庫已經是總行等級 怎麼說 因為當年紅三軍圍城的時候 吳淑貞緊急把七億世界萬現金 偷偷的運到這邊 放到他們家的金庫裡面 七億放得進去 七億多放進去 那表示什麼 這個金庫絕對是總行等級 而且除了放錢之外 金庫裡面完全是他們 馬家的財產 就是他們自己家裡面用的 另外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室內三溫暖 也就是說你自己要是覺得 想要休閒的話 還有三溫暖 還可以去吃咖啡一下 滿不錯的 另外還有一個區 是馬奶奶專用 為什麼 因為當年馬奶奶就是 從大陸逃難過來的 他有習慣就是萬一打仗 萬一沒有東西吃的話 家裡一定要存糧 所以放了很多米 罐頭 礦泉水 衛生紙 民生物資 所以分為四個區 當年聽說吳淑貞的七億四千萬 就是放在那個財品油鹽 放在同一區 好 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表示說什麼 他當時一定就是在 為那個戰亂做準備 另外說逃難其實 當中帶黃金 他的誰例子 黎智英 黎智英他當時去香港 也是帶著黃金 為什麼 因為他九歲的時候 他因為他們家當時動亂關係 他的爸爸已經跑去香港了 他媽媽帶了幾個兄弟姐妹 就在順德那個地方 在火車站那邊討生活 他很小七八歲就要去火車站 幫人家提皮箱當行李員 很多都是香港人過去 那香港人過去的話 通常當行李員幫人搬行李 都會給一點小費 他自己印象很深刻說 有一個香港的客人 除了給他小費之外 還另外塞了一塊巧克力給他 他吃了巧克力之後 覺得那個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 他就心中覺得說香港應該是 離這裡最近的天堂吧 於是決定了我要去香港闖天下 當然幾歲 九歲 九歲小孩子立志要去香港闖天下 他自己一個人去 他自己 對 他自己連偷偷不知道去哪裡 弄來一個通勤證 先到澳門 再從澳門要到香港去 當時他跟他媽媽講說 他要去香港闖天下 離開家鄉的時候 他媽媽捨不得 他身上只有一塊錢港幣 那他媽媽刪一小塊黃金 他說是他媽媽身上唯一 還拿得出手值錢的東西 因為你要去香港打拚 所以這一塊黃金你帶著 萬一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拿去換點錢 就你要回家 要回來幹嘛 都還有一點勞斷 可是那時候入境的時候 可以帶黃金嗎 當時那個戰亂時期 其實那些東西 只要你落百很危險 尤其是你過海關的時候 他就是取道到澳門的時候 他要進澳門 當時進澳門的海關 有很嚴格的檢查 要過那個親屬探測光機 他為了說過去的時候 如果他被查出 他身上帶黃金 很有可能一 被沒收 因為他是管制品 二 有可能他人都被抓走 為什麼 因為你有錢 表示說你可以有更多的黃金 要你交出來 甚至要跟你家裡要錢 當時那種環境下 其實警察跟土匪 有點類似綁架的感覺 警察土匪已經分不清楚了 所以他當時是把黃金夾哪裡 放在鞋子底下絞縫當中 夾著黃金 慢慢這樣子 慢慢這樣走走路 因為你腳上夾著黃金 那這樣走路不會被發現 很怪嗎 他當時發現說應該過不去 因為有探測器 他應該會被攔下來 於是他沒辦法 只好趕快把這個黃金 從鞋子裡面弄出來之後 踩在泥土底下 用腳踩 不定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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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踩在泥土裡之後 他就這樣真的就是晉升出香港 晉升出大陸 到了就是澳門那個地方 他身上只有一塊港幣 後來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快苦到 為他自己回憶也說了 他當時如果不放棄這個黃金 他有可能過不去 他有可能在海關他會被抓走 因為他要去 他不想放棄去香港的機會 所以他決定把黃金捨棄 你就知道其實黃金在打仗的時候 還真的是滿多人攜帶的 除了錢的問題 還有很多人在問說 如果家裡有男性的成員 譬如說兒子 老公 孫子 如果他們的年紀 還沒有到了廚藝的年紀 萬一真的要打仗的時候 到底是先動員哪些人 那之前有講過說 後備軍人可能會放在 打仗的最前線 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因為所有的正規軍 都是最後戰力的一個依據 所以在一開始消耗戰的時候 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後備軍人絕對先徵招上戰場 這個沒有問題 是第一線嗎 絕對會在第一線的這個地方 當然會有正規軍人的這個搭配 那還有一個說法說年紀比較長的 會先放在最前面 也沒那麼可怕 因為總是要能夠衝動 因為年輕要留著 留到後頭 這裡面當然國安部有 他自己這個兵力的規劃跟配置 可是這種東西 其實在民間大家就會擔心 尤其現在兩岸感覺上 好像非常緊張的時候 就有人問說 我現在是後備軍人嗎 我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可能打仗的時候 我被徵招入伍呢 結果就開始有人講說 我告訴你 其實你當時在當兵的時候 如果你是當所謂的志願役 或者是義務役 我跟你講 現在可能待遇會不太一樣 因為按照我們現在的 這個則為了後備軍人的 這個則為徵招的規定來說 如果你是一般的義務役的士兵的話 你的除役的年限是在36歲 還滿年輕的 但是如果你是義務役 就志願役的士兵的話 我跟你講你的退役的年限 就拉高到45歲 但如果你是什麼御官 御士 這種少衛 位級的這種 如果是義務役的少衛呢 我跟你講簡單 50歲除役 所以我還沒除役啊 我一直以為我除役了 你千萬不要 因為我少校退 我要58歲才除役 你要58喔 那如果這幾年有狀況 我們就一起加油了 我們一起上戰場這樣 那問題是 然後就也有網友就講 還好... 就像你剛剛那個 確定嗎 義務役的少衛也是45喔 這個全部都其實都有 這個規定的存在 所以你只要是 這個所謂的領導階層的話 事實上他每一個年限 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我昨天還在節目說我除役了 還滿高興的 沒關係 我會記得徵招你 OK 好... 但問題就是這樣 就有一些網友就想說 看這個表說還好... 我當時是義務役的 所以36歲之後 我就不會被徵招 我明明也是義務役的 千萬別再說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也必須講 因為到時候真的如果 如果我不接受召集令呢 我跟你講 五年 有些人會講說 我拒絕上戰場 如果你徵招我 我不要 但是我們要看一下 因為兵役法有相關的規定 如果你拒絕接受召集令 事實上是有五年以下的 這個有期徒刑 但會不會說真的說 你除役了我把你給招回來 或怎樣 我也說實話 平時跟暫時有的東西 規定他現在是這樣 但未來到底真的到危急的時候 保家衛國 我跟他說70歲 80歲 他如果走得動 我相信他也會起來 對 其實到那個狀況 你有沒有被召集都會 是啊 所以現在大家會講說 最近因為我們講說 好像很危急的時候 美國軍售給我們的這件事情 好像也被人家談論到 甚至在軍售武器裡面 也有提到說什麼你知道 說我們要買這個 所謂的精準的所謂的飛彈 或者是精準的炸彈 事實上大家就發現到 所謂的精準導引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的定位的精度要很清楚 到底要多精準 譬如說以美國 1米嗎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要看照 當時的這個技術來說 以現在來說 像中國大陸的所謂的 北斗衛星系統的話 它的定位就非常細 它甚至可以到1公尺左右 所以他拿北斗衛星 來做什麼你知道嗎 他來定位漁船 也就是他其實有些地方 他有幾月到幾月 他是禁止捕撈 他用北斗衛星去定位漁船 你漁船你現在在大海當中 那個漁船它就有辦法去捕你 船海漂來漂去的 好 那問題就來了你知道 這種所謂的精準定位的技術 如果放置在飛彈上面的話 那就差很多了 為什麼 譬如說一個跑道來說 我如果今天 我能夠很精準的打擊到跑道 我用的彈數就少 但我如果誤差率很大 我的一槍 差10公尺 你拿起來 你可能要用更多的飛彈 所以就有人發現到 其實以韓國來說 韓國曾經也在他們網路上 有很多的這個影片說他們有 這個玄武二型的這個 所謂的飛彈 甚至他用了這樣的一個畫面 你會覺得好像很誇張你知道 鄭重靶星 鄭重靶星 所以他的飛彈 有這樣的精準的能力嗎 而且你現在看到的 第一個叫鄭重靶星對不對 第二個你有沒有看到 飛彈的彈體居然是垂直的打下去 好 這裡面的差別是什麼你知道嗎 過去我們在講說 一般的這個飛彈 或者是砲彈你打過去的 都是呈現拋射型的 這裡面如果你的精度 或不夠準的話很有可能 誤差範圍會大 可是如果透過GPS 或者透過你其他定位系統的時候 這種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這個彈體的最前方 會有兩個小小的舵 也就是他會通過這個舵 另外再控制它的方向 就是我如果有誤差 我自動修正 我就自動修正 而且它飛飛到一半 它一邊飛一邊修正路徑這樣 對 再來就是說 它這個最特別的是 我剛剛強調 它號稱能夠正中靶星 可是重點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它是垂直的發射 以韓國來講 他現在告訴你說 他們所設置的這個飛彈 它可以一開始的時候 打上去完之後 它甚至可以先走低空的飛行 躲避什麼 躲避雷達的偵測 之後到了目標路之前 再往上拉高 再以垂直的方式 你想想看 我如果能夠定位到 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這樣直直打的時候 是不是打擊率強 所以一般來說 這種都是對哪裡 對地底的攻擊 或對隧道的攻擊 但是網路上有人直接講說 哪有可能會這樣 這樣轉轉轉插下去 你是不是用吊車 把它給吊下來 我說這個可能跟那個樣子 用吊的 是不是 我也覺得照片感覺有一點 超現實 但是我們不用去懷疑人家 畢竟人家連這個星際大戰的 ATAT的步行機器人 都可以拿來作為公道武器 我覺得這種東西 大家就看看就可以了 不過大家比較想要知道的 一個答案就是 台積電它原本宣布說 他們不排除要到高雄去設廠 但隔了六天居然說 絕對不會去高雄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前天台積電的董事長告訴大家說 他們這一個新的廠不會去高雄 要去台中 可是大家聽得非常驚訝 因為在一個禮拜之前 台積電的總裁告訴大家說 他們不排除去高雄 所以高雄的人覺得很高興 可以新增加工作機會 但後來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很多民眾講說 是不是因為高雄有以西的外露 嚇跑了台積電 我們先講台積電其實是雙人共治 也就是你說總裁大 還是董事長大 不一定 最後還是看董事會決定 所以9月18號的時候 魏哲家在演講的時候講說 我們不排除下一個階段 在高雄設廠 然後到了23號的時候 劉德英又講 但等等... 我們下一步最新的那個廠 應該是會在台中 他還有一句話說 絕對不可能是高雄 就是非常矛盾 這兩個企業從頭 但是我們先這樣講 到底一個台積電廠要決定 要花多久的時間 它要做能源評估 它要做用水評估 而且台積電對股東 還有所謂的綠色責任報告書 就是你不能造成污染 你的水要回收 你整個廠區都要符合環保的標準 所以這不是花一年兩年就做得到的 就比IT選址還要更複雜 是 所以我們這樣講 它現在口頭都是說說 那到底怎麼樣 以後還會有變化 以後還是要看評估 所以就有媒體說 是不是因為跟乙烯這個事件有關 我看PTT上面有很多網友 說是不是因為這個乙烯的事情 嚇到人家了 但我們要這樣講 我們剛剛講過 你評估至少要一兩三年 連廠區的設計都這樣 你的意思是說 還是有可能最後在高雄 我們現在都講不清楚 因為這兩個人彼此打架都不知道 所以但不會是因為這麼近的因素 突然之間做改變 但是這個因素本身的確很難以理解 為什麼 要說記不記得 十幾天前我們就在講了 高雄有乙烯外洩事件 然後一直找不到元凶 當地三個廠商的那個管 都排空了 加壓 然後發現都沒有 都合理 都是沒有從管路外洩 結果副市長跟當地的相關的 科學化工人員做了一番調查之後 得出來一個結論 這個是 今天有結論了 今天剛公布最新的結論等等 隔23天破案 是不是破案 我講一下 有結論不一定是破案 對 我們這樣講 初步的結論是說 園林故事館底下疑似有乙烯殘留 那這個乙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含氯有機污染物 然後再加上化糞池的營養供應 有燕養菌大量繁殖之後 一抽水就會跟著抽水 就你假如在那邊抽水 它就進到下水道的人孔 人孔就冒出來了 才會讓環保局偵測到乙烯氣體 但等等 我說過了 破案不代表找到真正的答案 為什麼 那這個所謂的有機污染物 這紅色這一塊是哪裡來的 我們先這樣說 第一個 它說有化糞池的養分供應 但是燕養菌在化糞池 大量繁殖的時候 通常是排出甲丸 你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看過很多報導 什麼有一個丸童在那邊放鞭炮 整個化糞池炸開來 但怎麼會這一次是 燕養菌變乙烯 這個可能性很低 而且我記得以前 給我們一個觀念是說 乙烯它不會在自然界產生 是 那這樣不就是自然界產生嗎 好 所以目前得到的是 其中一個可能 但問題是 乙烯真正的來源 到底是哪邊 是不是之前有化工廠 在這一個區塊 埋藏了相關的化學物 然後它緩緩的滲透出來之後 才漸漸的排出 有可能性會有 有可能性會有的